大家好,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加拿大故事》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1835年,加拿大发明曲棍球,海黎当守门员 2.1967年,加拿大百年庆典,路川彩带跳远舞曲 3.2001年,加拿大首次在线投票,鸽子误以为是新社交往 那么,小六子,可以先跟我们说说1835年 加拿大发明曲棍球,海黎当守门员 好吧,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有趣的历史小插曲 1835年,加拿大发明了曲棍球,而海黎担任守门员 首先,我们的承认这个说法有点夸张 但它确实揭示了加拿大文化和曲棍球历史中的一些有趣元素 首先,曲棍球,或者更准确地说 曲棍球的早期形式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 当时加拿大的土著民族就在玩一种类似的游戏 不过,1835年这个日期可能是指曲棍球作为一种组织化运动开始形成的时期 当时的加拿大人开始制定规则 并将这项运动带入了更正式的竞赛场合 现在,让我们来谈谈海黎这个角色 海黎是加拿大的象征之一 它代表了勤劳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但是,将海黎想象成守门员 这无疑是一种幽默的夸张 想象一下,一只毛茸茸的小动物站在冰上,用它那强壮的尾巴来挡住飞速滑来的曲棍球 这画面无疑是既滑稽又可爱的 当然,实际上海黎并没有参与曲棍球比赛 这只是一种幽默的说法 用来强调加拿大人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以及他们对国家象征的自豪感 曲棍球在加拿大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它是一种文化,一种生活方式 它凝聚了社区,激发了国家的激情 所以,下次当你看到一场曲棍球比赛时 不妨想象一下 如果海黎真的是守门员 那场比赛会有多么的不同寻常 这个想法或许会让你微笑 也提醒你,曲棍球和加拿大的关系是多么的独特和深刻 好的,让我们来谈谈1967年 这一年对加拿大来说是个大喜的时刻 加拿大百年庆典 想象一下,整个国家都沉浸在节日的氛围中 从大西洋到太平洋 从北极圈到美国边境 加拿大人都在庆祝他们年轻而又多元的国家 走过了整整一个世纪 在这样的背景下 有一个画面可能会让你忍俊不禁 路穿彩带跳原舞曲 当然,这不是自念意义上的路 而是一个通满幽默和创意的场景 反映了加拿大人在这一年的庆祝活动中 所展现出的幽默感和轻松态度 想象一下,一群穿着节日服装的加拿大人 他们在一个装饰住五彩缤纷彩带和枫叶的广场上 跳组圆舞曲 这个场景可能是某个社区庆典的一部分 也许还有人穿着路的服装 以此来象征加拿大丰富的野生动物和自然遗产 这个幽默的比喻也许是在说 即使是最严肃的庆典 加拿大人也能找到方式 让它变得有趣和布局一格 毕竟,这是一个国家 它的国旗上有一片枫叶 国家动物是海狸 而且还有一个叫做 Sorry的国家口头产 在这样一个国家 路川彩带跳原舞曲 似乎也就不纳摩,令人意外了 1967年的加拿大百年庆典 不仅仅是一场庆祝活动 它也是一次展示加拿大多元文化 历史和幽默感的机会 从世界博览会 Expo 67 在蒙特利尔的成功举办 到各种社区和家庭的庆祝活动 这一年对加拿大来说 是一次真正的民族自豪和文化展示 所以,当我们回顾那些穿着节日服装 手持枫叶旗 或许还有人假扮成鹿的加拿大人时 我们可以微笑地想到 这正是加拿大精神的一部分 一个懂得在庆祝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时 不忘加入一抹幽默的国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2001年 加拿大首次在线投票 鸽子误以为是新社交往 哈哈,好吧 让我们来谈谈这个有趣的小插曲 想象一下是2001年互联网还在它的青少年时期 社交媒体还没有成为我们生活中的巨大部分 而加拿大却在这个时候决定走在科技的前沿 开始尝试在线的投票 这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因为它标志住民主京城的数字化 让投票更加方便和可接近 然而,就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 一群鸽子似乎对这项星际数产生了误解 这些天真的鸟儿可能以为这些闪亮的屏幕和奇妙的线路 是他们新的社交场所 就像是鸟类的Facebook或者Twitter 当然,这只是一个幽默的比喻 但它揭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 技术的进步总是伴随着意想不到的转折和解释 在这个例子中 鸽子对于在线投票的误解 提醒我们即使是最先进的技术 也可能被误解 而且,有时候这些误解来自于最不可能的观察者 当然,鸽子并没有真的误以为在线投票时新的社交网络 但这个幽默的想法提供了一个有趣的视角 来看待技术的发展和它在社会中的影响 它也提醒我们 无论技术如何进步 我们总需要考虑它如何被不同的用户所理解和接受 即使这些用户可能只是一群好奇的鸽子 总结来说 这些历史小插曲向我们展示了 加拿大人民独特的幽默感和轻松的态度 无论是海黎担任守门员 陆川彩带跳远舞曲 还是鸽子以为在线投票是新的社交网 这些故事都揭示了加拿大文化中的幽默元素 这些小插曲的幽默之处在于 它们带给我们微笑和欢乐 同时也反映了加拿大人对自己的国家和文化的自豪感 曲棍球不仅仅是一项运动 它是加拿大的象征 代表着社区凝聚力和国家精神 1967年的百年庆典展示了加拿大的多元文化和幽默感 以及加拿大人在庆祝活动中展现出的轻松态度 而2001年的在线投票则提醒我们 技术的进步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解释和误解 即使是鸽子也会被新技术所迷惑 所以让我们对这些历史小插曲微笑并感到骄傲 因为它们展示了加拿大的独特和幽默的一面 让我们在欢乐中庆祝加拿大 继续欣赏和珍惜这个充满幽默和轻松的国家 好了 现在该是你们参与讨论的时候了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 你对加拿大的幽默和轻松文化有什么看法 请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一起分享和探讨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